網友請問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 Naniwa Mou Family TV 我是毛爸彼花 我是小猫哥 我最近有一個朋友要去沖繩租車自駕 然後還有一些問 毛爸在租車公司的相關企業上班過 經常接到一些有關租車的問題 所以我就在這邊統整了 你一定会犯的错误 租车前请记得来参考一下啰 第一个就是驾照 在日本可以开车的驾照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符合国际道路公约 1949年在日内网签订的国际驾照 就可以在日本开车 第二种就是台湾的驾照的话 你就可以带着它的日文翻译本 就可以直接在日本开车了 那台湾的话呢 在各地的监理站都可以申请那个日本翻译本 你也要带你本国驾照的证本 否则租车公司可能是不会给你车子的哦 第二就是有关于保险 那现在呢除了在租车公司 租车或旅行车帮你订之外 很多都在各大租车网站租车 像是rentalcars.com等等的 那这些网站租车的时候呢 他都会问你要不要加订保险 我的建议呢就是 不要 不要在各大订车网加给我保险 那什么时候订呢 就是你要去拿车的时候 你再加订保险就可以了 为什么呢 因为通常你在发生事故之后呢 租车公司会先跟你收取一个费用 以赴他们的车子的问题 然后再给你收据 然后你回去之后再自行向租车网申请退费 那这个的话非常耗时 而且很麻烦 并且可能不会退到全额 这我也不是很清楚 所以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你在拿车的时候 直接跟他保全显 记得一定要全显 因为日本有一个叫做NOC 你车子坏掉的期间 他没办法借给别人 他会跟你收取一个费用 所以保全显是最安全的 第三个呢 就是有关于导航系统 在日本的车子 大部分都配备有 会说日文、中文、英文的导航系统 但是呢 在输入地址的部分 可能除了输入日文和简单的英文之外 你想输入其他的方式 可能都没有方法 所以对不会日文的人来说 这些导航系统是非常的不友善 所以为了确保你可以完全无压力的到达 你要去的地方呢 我建议的话就是先找好你要去的地方的电话号码 输入电话号码之后 他可能就会直接出现到你要去的地方了 但是如果你要去的地方呢 他没有跟导航系统有登录到他的电话号码的话呢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事先准备MAP CODE MAP CODE呢是日本的导航系统统一的一个代号 这个代号呢在各大旅游书上或者是网站都会记载着这个号码 那如果你要去的地方没有电话号码也没有MAP CODE在旅游书上的话 就只好事先做功课 你可以在下面的网站看 我有贴上他的网站可以在上面搜寻到他的MAP CODE MAP CODE 第四个呢就是有关于ETC 日本的车子上几乎都会配备着ETC讀卡机 但是呢除了读卡机没有卡的话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当你想要顺畅的跑高速公路的话呢 你一定要先跟你的租车公司呢借好ETC卡片 那大部分的租车公司的ETC卡片跟他的车子的数量并不相等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ETC卡的话 建议你一定要事先 事先跟你的租车公司预约 不管是写email或打电话预约一张ETC卡 不然到时候你要去拿车 然后你要跑高速公路 可是我没有ETC卡我只能付现金 或者是你有ETC卡的话 可以使用很多很多吃到饱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在怎么大吵大闹 他就是没有卡片也不会给你的 没有用 第五个 就是有关于交通规则还有开车的习惯 在日本的交通规则呢 其实非常的严格 警察也会非常多 所以如果你没有遵守他的交通规则的话 随时都会看到警察跑来 嗶嗶停下来 然后给你开发单 但是大部分的规则的话 其实全世界都差不多 你只要红灯停 绿灯行 其实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就是一些左右转啊 单行道的问题 另外呢就是 开车习惯 台湾人的开车习惯 你也知道的 非常的差 非常的差 就连我自己在台湾开车也是 啊能开就开 然后能钻就钻 能停就停 管你有没有人 那在日本呢你一定要很注意 不要把台湾的开车习惯 拿到日本来 因为这个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你不要开车的时候 把台湾的习惯 到日本 觉得是理所当然 不然你很快 就会吃到罚单 那个罚单也是非常的贵 跟台湾的罚金是完全不一样的哦 好那以上五点呢就是我现在归类出来的五大 你有可能在日本开车犯的错误 所以希望下次你要来日本自驾租车的话 可以先事先调查好 让你可以在拿到车之后 可以开心享受你的自驾旅游咯 拜拜 拜拜